好 下面来看下一个支点 长期股间投资后续计量方法的选择三颗心 那么长期股间投资在持有期间 那么根据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的影响程度 可以采用成本法或者是权益法 那么第一 后续计量的原则 按照准则规定 这个准则第二号准则规定 对子公司的长期股间投资 应当采用成本法核算 谁呀 对子公司的投资应该采用成本法核算 而对合影企业联系的长期股间投资 应该采用权益法核算 除此之外 你不允许 你不允许用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进行核算 所以这个有严格界限的 所以对子公司的成本法 对联系合影企业投资用的权益法 快速计计吧 看看这张图吧 不过这张图吗 第一 形成控股合并的 控股合并的 无论同意控制非同意控制 都用的什么法 成本法 那不形成控股合并的 不就是共同控制重大影响吗 后继续什么法 权益法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背就可以了 这个最起码的最起码的东西 第二个投资性主体得说一下 投资性主体 那么风险投资机构共同基金 以及类似主体持有的 在初始确实按照22号 注意啊 一定按22号准则 叫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规定 那么以公运加计量 体积变动 既有当期损用的金融伞的 那么投资性主体对 不纳入河边报表子公司的权益性投资 以及长期股权投资准则 未遇规范的其他权益投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记住别给我走长头 别给我走长头 你要把你划分交易性金融伞 要把你划分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你不能给我借长期股权投资 这一点一定要弄清 叫投资性主体 投资性主体 这是第一 第二 那么如果母公司是投资性主体 则母公司应当紧将为其投资活动 提供相关服务的子公司 纳入合并报表的合并范围 那么其他子公司就不能纳入合并范围了 母公司对其他子公司投资 必须划分交易性金融伞 也就是说按公运加计量 其变动记录当其谁 你不能划分长期股权投资 好所以这个投资性主体一定准 母公司是投资性主体的情况下 那么你记住 那么子公司没有为我母公司提供任何服务的情况下 那么我对你投资 比如我对你投资持股比80 假定说80 那么注意你子公司没有为我提供任何服务 我对你投资我不能借长头 我只能借交易性金融伞 按照公运加计量 其变动记录当其损益 好讲下理由 那么主体私人股权投资机构 风头 风头啊 就风险投资机构 养老基金 主体财富基金 其他投资性基金等等 这些投资的目的在于什么 是在于 它的目的是在什么 是获取资本增值 获取资本增值 或者投资收益 或二者兼而有之 那么它的目的 就是这个目的 就是为了 类似于炒股 就是为炒股 同时投资性主体 必须基于按照公运价值 对投资进行评估 最典型的私募 咱们就说私募嘛 对私募为例啊 它显著特征 并非长期持有 被投资单位为目标 不是的 一般而言 对被投单位 对被投单位啊 具有控制 共同或重担影响的 权益性投资 那么投资方承担的是 被投单位的经营风险 如果是属于啊 我对你就控制 共同重担影响 我承担什么风险 我承担经营风险 比如说我地理投资 持物比例80% 好了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打算长期持有啊 长期持有 好了 那么承担什么 经营风险 对吧 就是经营风险 那么是为了啊 在某些方面 我们是要干一件大事 不就是为 不是短期 不是短期 不是为了什么 啊 考虑什么资本增值 什么之类的啊 不是那些东西 啊 所以说这个要注意一下 所以一般而言 对被投单位 具有共同控制 或者控制 什么重大影响的 权益性投资 投资方承担的是 经营风险 而私募 而上面的私募 啊 上面私募 私募股权投资 投资方更多的承担的是 啊 投资自喊的 它的公允价格的变动 所以价格变动风险 还有什么背头的信用风险 还有可能产生信用风险 我就是炒股吗 啊 我为了赚的差价吗 所以这块承担风险就不一样 承担风险不一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 那么控制共同控重大影响 你可以划分长头 而下面这个内容呢 那么的只能划分什么 交易性金融资 只能划分交易性 知道吧 好 那么快速机 我再想讲一件事啊 这个内容是我今天新加的 快速机啊 就是结构化主体 投资性主体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这个内容我不应该在这讲 应该在河边报本那会讲 在河边报本那会 那内容太多了 太多了 没地放了 所有只能放在这了 结构化主体 和投资性主体 这两个内容是不一样的 啊 和投资有关吗 和投资有关 但是内容不一样 我们先靠结构化主体啊 结构化主体 这个内容 我记得讲过了 在第一章讲过了 那余额宝还记得吗 那余额宝就是结构化主体啊 结构化主体强调的是权力的来源 这个来源是并非来源表决权 和表决权没关系 和表决权没关系 比如说我在余额宝 我存的钱最多啊 余额宝大家知道吧 天空基金 对吧 我余额宝存的钱存的最多 我老大 那么我有这个表决权没有 他跟表决权没关系 他的这种安排和表决权没有关系的 和表决权没有关系啊 所以最典型的就是余额宝 所以他啊 和非结构化主体是不一样的 非结构化主体可能是源自于表决权 我老大 我有表决权 我们这种纳入河边范围 对吧 那么这一块和表决权没有关系 好 那么再接下来看 数量啊 那么结构化主体将能够控制的 所有的子公司都必须要纳入河边范围 那么他和啊表决权没关系 但是只要是能控制的话 那么都可以纳入河边范围 所以纳入河边范围个别报表中 采用成本法和借长期股权投资 借长期股权投资 然后呢 那么后继量呢 成本法 而能够产生重大影响 共同控制的这个对联营企业 合营企业投资的话 你可以借长期股权投资后续计量呢 是什么呢 是权益法 所以这个内容总体来讲 都是长期股权投资和金融企业没关系 和金融企业没关系 纳入河边范围的按河边报表原则处理 33号准则规定处理 那么重大影响啊 或者共同控制 那么权益法 对吧 所以这个内容总体来讲都和长期有关 而投资性主体呢 投资性主体来看一下 那么他强调的是其业务的性质 那么向投资方提供了投资管理服务为目的的 只是提供一个管理 提供私募 不是私募吗 私募 比如说我这块 甭管说是盈利不盈利 我按照一个什么收取一个服务费 百分之多少 服务费百分之二 对吧 他是提供服务为目的的 所以比如说像我们所讲的风投 私募基金等等 这些是这样的 那么投资性主体仅将能够控制的 且为其提供服务的子公司才纳入河边范围 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借长头 你可以借长头 但是如果说在这不是 不是为我母公司提供服务的话 不是为我母公司提供 那就不能纳入河边范围 不能纳入河边范围的情况下 那么只能划分交易性精彩了 所以接着看 那么对能够产生重大影响 共同控制的联营企业合营企业投资 那么在这都产生什么 公允加计量 所以只要是这个投资性主体 母公司对你投资 对你投资 我投资性主体 那么你没有为我母公司提供任何服务的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都是得划分什么 都得划分为交易性兼容散 划分交易性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 这个是长头 这是交易性兼容散 投资性主体 那是结构化主体 这么一个内容 这是它的区别 所以科目不一样 看看那么科目不一样 好 看一下2017年的考题 假公司为境内上市的非投资性主体 那就好办了 其持有的其他企业股权或权益情况如下 一 持有已公司30%的股权 并能够产生重担影响 走什么科目 后继扬什么 走什么科目 包括金融散都可以 那么第二个 持有丙公司50% 并能够与丙公司另投资企业共同控制 走什么科目 后继扬什么 第三 持有丁公司5%的股权 对丁公司35 没有控制共同重担影响 那么划分什么 那么四 持有物结构化主体 结构化主体的权益 并能够对其施加重担影响 施加重担影响 走什么科目 后继扬 好 那么表述正确的 下面一个来 1 A 假公司对丙公司投资 采用成本法进行后继扬 长投成本法 来看一下这第二个资料 这第二个资料 那我再看一下资料 持有丁公司50%的股权 并能够与另一个投资者共同控制 共同控制 那么这种情况下 第一 长投 走长投科目 对吧 走长投科目 因为对合影企业投资 走长投到后续计量什么法 权益法 所以这个不正确 对吧 看并 那么假对 第一个资料 假对投资持股比例30% 然后能够施加重担影响 施加重担影响 是对连影企业投资 走什么科目 长投 后续量什么法 后续量权益法 那么这个正确吗 这个正确 权益法 这正确了 对吧 在C 假公司对物公司都知道 物公司是结构化主体 结构化主体 那么能够施加重担影响 施加重担影响的话 那么说明是长投 走长投科目 然后后续量呢 是什么呢 是权益法 那么他这块 公运家 那就错了 那么这个错 划分长投 划分长投 然后后续量呢 是权益法 那么再看 蒋公司对丁公司投资 丁公司5% 35% 35%的话 只能划分兼融资产 兼融资产 兼融资产 后续量用什么 用公运家继量 这个正确 公运家继量正确 所以正确的是 币和地 正确币和地 看对吗 币和地 后面解释 刚才说过了 不再解释了 这是这个题目 好 这是我们所讲的 关于初始投资之后的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后续计量 初始投资 完就后续计量 后续计量 先大概说一下 你要会分类 是划分交易性金融资 还是划分其他权语公运投资 还是划分长投 长投中又分为 长本法权语法 那么这个内容 搞懂就可以了 好 这个支点就到这 下面 我先看下个支点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的 换取核算 成本法 第一个是用范围 投资方持有的 对子公司投资 应该用成本法核算 总的原则是什么 成本法 成本法是对子公司的 那么投资方 为投资性主体 且子公司不纳入 其合并报表的 合并范围出外 那么这种情况 划分什么 交易性金融资 好 那么投资方在判断对被投单位是否就控制时应该综合考虑直接持有的股权和通过子公司间接持有的股权 所以在控制情况既要考虑直接要考虑间接 但是在个别报表中在算数的时候 算数的时候仅考虑什么 直接持有 直接持有 这点注意一下 好 第二成本法的具体会计核算 采用成本法 采用成本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初始投资成本计价 这个初始投资前面讲过了 讲过了 同意控制按份额 非同意控制按公允还记得吧 好 那么在追加投资时 前面说过吗 说过了 追加投资时 按照追加投资支付的成本的公允价及 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增加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追加指的什么意思 追加 例如 我原来A对B投资持股比例80% 后来A公司又自少数股东收入 又购买10%的股权 自少数股东收入购买5% 这个10% 这个10%叫追加投资 至此持股比达到90%了 那么这个10%追加投资时 借长投这10% 按什么级格借长投 公允价加相关交易费用 我说话对吗 对打 卡过吗 卡过 这个10% 注意 是按照第二号准则的规定处理 按第二号准则的规定处理 好 第二 背头单位宣告分排 现金股力和利润的时候 投资方应该按照 所享有的部分确认为投资收益 那么且按照上述规定 自背投资在分来的现金股力和利润后 那么应该考虑长期股权投资 是否发生减值 在判断的时候 这个迹象什么迹象 这个迹象应当关注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是否大于 享有背头单位净资产 没有可变成仨字 没有可变成仨字 是否大于净资 括号包含商与 如果有可变成仨字 那么商与 那么就没了 它没有可变成三个字 所以包含商与 这账面价值的份额 份额成吃无比例 等类似情况 出现类似情况 T减值 那么这个减值 我们在第八号准则中会讲的 那么这时候就应该提减值 提减值时候 可收回金额低于 长头账面价差额 那么叫提减值 提完减值后 这个减值以后 不能转回了 按第八号准则规定 不能提减值 这个注意一下 处理方法就可以了 下面看例题 贾公司以公司均为我国 境内居民企业 那么税法规定是 免征解锁的税的 一会我要问事 一 20年12月31日 假公司自非关联方处 以银行存款8万万元 取得了以公司80%的股权 评估费是600万元 当日办完手续 并且能够对公司实施控制了 翻录 借长期股权投资 不是支付价款8万吗 按公运价入账 这不是非同意控制吗 自非关联方取得了吗 那么那600万的借管理费用 代银行存款8万06百 8万06百 好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 三月份 以公司宣告分配现金股利是1000万 21年年末 以公司实现利润6000万 不考虑税费 好 第一 宣告股利是 宣告股利是 借银州股利代计投资收益 代投资收益 那么 1000成持股比例80% 那么是800 好 收到时借银行贷营收 这笔份考试一定要写 然后 背头再实现利润了 这个6000万 在个别报表不需要反应 以后何边报表用 个别报表不需要 个别报表就这么事 个别报表后续就这么点事 再有一个简直事 没有简直就这么两笔分路 那么此时到了年末 长头的账命价值 永远等于初始投资成本 前条件 不增资不减资 不提减值的情况下 它的长头账命价值 永远等于 原初始投成本 同时现金鼓励交税 不就应纳税所得 所以需要纳税调减 纳税调减 因为这800不交企业 纳税调减 再说一遍 因为增加税前利润了 好 这是它的处理 所以成本法处理非常简单 它麻烦是麻烦在河边报表中了 明白了吗 麻烦是河边报表中 好 这是我们讲的成本法内容 好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指点 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 权益法三科学太重要了 为什么太重要了 年年考大 年年考大 而考生 大部分人都认为权益法特别难 特别特别难 其实考试没那么难 没那么难 那么这部内容 第一个 重点要把握好这四个明细科目 四个明细科目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还应该注意河边报表中操作 河边报表中怎么操作 河边报表中内容 这个内容一般来讲 在考试时 那么也经常会考到的 虽然教材中这块说了 准则中没有讲 但是考还是考的 好 第一个问题 长头四个明细科目 分别是投资成本 水调整 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权益变动 你记住权益法特点什么特点 权益法特点一定记住 定义不要管他 什么叫权益法也不管他 你就记住特点 就是背头单位 所有者全变动了 他变我也变 是随着背头单位 所有者全变动而变动 那么其中后三个内容 第一个是不说了 后三个内容 一定记住 适用的范围 所以调整 背头单位利润增了 他增我也增 增的话我借长头二级科目损一条种 带头的收益 注意类型 类型 第二背头单位 其他中国他增了 他增我也增 所以我们借长头 二级科目 其他中国收益 带其他中国收益 第三 其他权益变动 是除了上述内容以外的所有者权益变动 他增 我也增 放哪去 放在其他当中 不再单独设类型了 叫其他权益变动 所以一定要记住权益法特点是随着背头单位 所有者权的变动而变动 那么类型知道以后对应的四个明细科目 下面我们展开讲 第一个投资成本名义科目的核算 那么投资方取得对联益企业核益企业投资以后 对于取得的投资时 初始投资成本与影响有背头单位可辨认 进展公民价之间的差额应该区别下面两种情况 第一 如果你的初始投资成本大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背头单位可辨认进展公民价份额的 这部的差额多改人钱了 多改人钱了 是投资方在取得投资过程中通过作价体现出的 与所取得股权份额相对的商誉的价值 说把它多改钱了吗 人家舍不得卖 我只能加大投资 那么他人家才卖的 所以对应的商誉的价值 但这个商誉本身来讲是不调账的 为什么不调账 因为我不编河边报表 全域法本身跟河边法没关 不考虑其他因素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多给钱了 不要求调整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这是一个 那么这是第一个大多给钱 还有少给钱了 初始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是应享有背头单位 可辨认精湛工业风格的 二者之间差额体现的是双方在交易过程中 转让方的让步 让步他急于出售 比如说我从别人手里把你给购买过来了 那么出售方急于出售便宜点 应该给100万 应该给100万 那么给80万 那么属于什么 转让方让步 该部分经济流入 那么应该做一什么 记录当期营业外收入 那么这时候调账吗 调账了 所以这时候要调整长期股权投资面价值 同时确认营业外收入 所以多给钱不调账 少给钱要调账 就这么点事 下面看例题 21年1月份 A公司支付价款6000万元 取得了B公司30%的股权 在取得B公司股权后 能够对B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好 一 取得投资室 背头单位 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1万5 假定公银等于账面 这是省事了 第二如果不是1万5 改2万4了 其他资料同上 那么分别两种情况 我们来看分数怎么编 一 基于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支付价款6000万 好 那么借长期股权投资 二级科目投成本 那么加二级科目权益法 加二级科目成本法 不需要加二级科目 贷银行存款是6000 马上想一件事 多给钱少给钱了 那么这条题不需要调整 为什么 理由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6000 大于取得投资 使应享有背头单位 可辨认精彩 顾价 15000 15000到34500 所以6000大于4500 多给钱了 多给钱了 不调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完事 就完事了 那么再看第二 那么第二种情况 再来看 支付价格还是6000 但是可辨认精彩 供引价24000 那么来看一下 24000 我们来看一下 这块写一笔写两笔 都给分 都给分 那么来看一下 需要调整长投账面价值 理由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是6000 小于取得投资 是应享有背头单位 可辨认精彩供引价 24000 乘30% 是7000 那么也就是说 转让方 急出手 那么少给人家多少 应该给多少 少给人家1200万 这1200万 我们要调增长投资面价值 所以借长投 是6000 加以下 所以是7000 代银行存款6000 代营业外收入 那么7000 是按份额借的 按份额借的 所以这块 你编两笔分 更好理解 借长投 代银行6000 那么第二 少给人钱了 少给人钱了 我们要调增账面价值 再借长投 代营业外收 这个题标准答案中 以前给过两个答案 写一笔写两笔 随你编 都可以 你要觉得一笔 省事 写一笔 那么你觉得 这个 两笔 省事 我两笔 好理解 写两笔都可以 因为考试的时候 电脑 电脑录录 相对负粘贴就过来 负粘贴就过来 好 其中第二种情况 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 第二种情况 什么情况 初始投资成本多少 初始投资成本 一定是6000 一定6000 你别跟我说 你别跟我说 这个712 别跟我说 初始投资成本 就是6000 就是6000 那么调整后的 长期股权投资 入账金额 才是那个712 才是712 明白了吗 那么营业外收入是否计入应纳税所得 税法认那个营业外收入吗 税法不认 注意税法中只认可什么来着 只认可那个成本法 不认可权益法 所以营业外收不计入当期纳税所得 需要纳税调检 纳税调检 好 这点注意纳税调检 税法只认最早买的时候成本6000 不认这个1200 所以这个营业外收要纳税调检 直到这就可以了 好 再看14年的考题 24年2月1号 甲公司增发了 增发1000万股办公司股票 和一台大型设备为对价 取得已公司25%的股权 其中所发行股票面值一块 公演价每股10块 这有用 这有用 为增发股份 加公司向证券承销商支付了佣金 设备400 这400走哪 充资本公级 我说对吗 对的 接着看 作为对价设备账面价以前 公演价以前 这俩这些差额进哪 介入到资产处置损计中去 当日已公司可辨认精赞的 公演价4万 干嘛用的 多给钱少给钱了吧 不就多给钱少给钱了吗 好 问什么 问初始投资成本 初始投资成本和多给钱少给钱有关系吗 和这个四晚关吗 啥关系都没有 多给钱少给钱跟他一点关系没有 他问这初始投资 初始投资 不是问的调整后的 好 答案选择C 甲公司该想长期股权投 初始投资成本 不就两个对价吗 一个发行股票是1000万股 常以每股价10块钱 再加上对价的什么 是固定攒对价 固定攒的供引价是1200 没有增值税 那么算出11200 好 为增发股份支付的佣金守卫配 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是充减资本攻击的 所以分路借长投二级科目 投成本是11200 代股本是1000 代资本供给是900 然后代固定在清理 账面价值是1000 公运和账面价差额走的是资产处置损益 然后那400借资本供给 代银行算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叫初始投资成本 然后多给钱少给钱 你再编第二笔分路 那个咱不考虑了 因为他问的是 初始投资成本 好